在今日凌晨3點50分,本分局110接獲報案,稱在橋頭區南購路有人被砍傷,請求協助 警方到達現場,發現只有洪姓被害人在場,右背部受有刀傷 警方立即將氣送醫治療,傷口經縫合,沒有生命危險,已經出院 案件發生後,警方立即展開偵辦 經調查,洪姓被害人跟梁姓祖賢間有2萬元的債務糾紛 近日梁賢、火童、劉姓、張姓等三賢,駕駛一台自小客車,前往被害人租屋處,推討債務 雙方口角、梁姓等人進而遲到犯案 經本分局組成專案小組,陸業偵辦,調閱案發地點的周遭監視器影像,以車追人 已經在上午7點37分,將梁姓、劉姓、張姓等賢查契到案 全案將於案件離清後,依殺人未遂、傷害等罪賢,離請橋頭地間署偵辦 請問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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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 谢谢观看